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普丁是没有办法输 他绝对要打到最后 不然他就要下台了 乌克兰他的韧性跟战斗的意志也很强 现在就卡在这里 可是每天都是新的损失 我讲的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就是战地 人命 所以他就是不只是人命资产也是 你这样炸都是造成新的房屋的毁损 所以是蛮恐怖的损失 的确很难回复 其实像美联社有一个评论 他说现在居然是由地球 半个地球外的两个国家 包括美国跟中国 要决定乌克兰的命运 因为两个国家要谈判 谈不下来 还在迟迟进行当中 但是美中谈判真的会影响到 后续这场战事的发展如何 而现在全球 当然美国相对影响少 中国相对影响少 甚至有可能获利 但是欧洲或其他的国家 我们刚讲到北非其他国家 这个粮仓 来自于这两个国家的地方 就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好 刚刚这个钱就在讲说 乌克兰现在最希望美国给他们什么 就是说以后重建 现在最希望给他们武器 或者什么 我就在想说 现在乌克兰人真的希望美国给他们武器吗 他们可能更希望你美国直接来帮我把他们赶走 你不是老大吗 你来帮我把俄罗斯人赶回去 我没有去打俄罗斯 那就第三次 请你把 对 那这不可能做不到 就说请你飞机进来好不好 帮我弄进航区 我就不用再看到俄罗斯的战机 来把我的大楼炸掉 请你派军队来 绑那些俄罗斯军人赶回去好不好 就边界就好了 不要多一寸土 请他们回去就好了 我们要开始重建家园 我们要播种到种卖了 可是美国不会给你这一些 国际多产人 外交词汇上有一句话叫做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对美国来讲 美国看都是自己利益 那你在打 好可怜 我们赶快边钱边预算 给他武器什么 就是我们支援他 可是他每天在想 就是不要打到我美国的本土来 不要死到美国人 那中国大陆看中 他们两位弄了以后 对我影响中国大陆也不乐见 那普帝他现在已经出手了 我们讲回来 一开始讲的是乌东的 两个独立共和国的 他们的这个围和 你围和你去包基辅干嘛 你去打那个马力波 你去 好 马力波还比较近一点 那你现在要攻击 你又把那个赫尔松 整个炸烂 哈尔克夫 他是一个大学城 哈尔克夫是 是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学术之都 里面都是那些科技之城 你把他炸烂干嘛 那跟你维持乌东的两个 独立共和国的 违和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摆明了 其实就是自己的利益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美国 他是叫全世界说 你看那个人 就是他警察先生 很坏 俄罗斯 所以我们要这个去 就封锁他 我们不要买他的油 你站着说他不腰疼 除了五眼联盟 美国 英国 然后加拿大 澳洲 那个纽西兰之外 其他国家 你看日本也没有办法 日本是听美国的话的 可是日本也没有办法不买 为什么 因为他基本上 他不买他 我完蛋了 我自己没有油了 怎么办 你今天跑去谴责印度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 印度也不是 这个战争的资助者 或者是仇恨者 都不是 他只是需要油 哪里有油 你看到吴孟达 拿个名片 叫忠奇典去买牛肉 他也跑去买了 我需要牛肉 有人有卖好牛肉 我就去买了 谁是在出问题 还比较便宜 谁在出问题 他们人员有凡 80是进口的 那你美国自己有油 你美国自己有油 现在大家看到英国 我上次跟大家讲 英国说 第一个他跟美国好 第二个他对俄罗斯的进口 没有比德国多 德国很多 德国就没有办法 你还记不记得 德国的总理跑到美国去 在白宫跟拜登两个人 开记者会 白宫的记者也不知道怎么样 一直拼命问说 你会把北线二号停下来 他还翻白眼 他还这样子 对 你美国记者是怎样 那你要叫我们德国人 怎么办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只有我刚刚讲的 五眼联盟这五个国家 他们真的可能会执行 英国还要到今年年底 才会执行 那你不买俄罗斯的石油 我告诉你 你不买 别人会买 国际市场上面 就是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台湾其实基本上 是因为相对 我们天然气跟俄罗斯买10% 占我们的占比 会有影响到10分之一 我们何月三月底还没到 还在买 对 那我们是因为 我们台湾刚好有 没有跟俄罗斯买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办 我们也是定义 对 三月底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基本上 美国他今天看到了 一个战争的发生 他没有阻止他 我不能说他不想阻止 或是有人觉得说是故意的 美国好像故意要看看 让他打就好了 后续还有重建 还有怎么样封锁的问题 世界的粮食 还有这个能源会大乱 因为其实 俄罗斯是这样 他自己有油 你说美国不跟我买 总会有人跟我买 他好像也没那么怕 但是粮食的部分 他自己也要用 然后他现在把它扣住 从刚刚前几张图 大家也都对乌克兰地图都了解了 奥德萨的黑海出口的地方 从开打到现在25天 已经超过300艘的粮食船 整艘船上面有多少粮食 他可以运给整个国家用的 他把它全部扣住了 我现在想那粮食 是扣住拿去哪里 而真正在战场的乌克兰各地的那粮食 开始都越来越没有粮食可以吃的时候 当粮食是放到了俄罗斯的军人那一边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可以打更久的仗了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当美军 当北约都不介入到乌克兰战区 只是在外面那边看说 我在外面 我在外面看你上 对 那问题是我平常 我跟他身高差那么多 你叫一个160打一个220的 他已经被打到OA了 你只能给他讲说 我再递几个矿泉水给你 让你再喝一下 你再加油 那到最后他会打到肋骨全断 他送医院会不治的 所以其实美国他所做的都是讲得很好听 那事实上也是 他确实是有给乌克兰帮忙 可是我还是补钢琴就讲那一句 我相信乌克兰人最希望是赶快结束战争 美国帮我结束战争可不可以 答案是不行 如果肋骨全断送医急救了 那现在真的有一天 有机会我们当然想现在暂时要结束 和平协议签下来停战 那再来就看看 肋骨全断之后 有哪些国家会伸出援手了 到重建哪些国家可以真正帮助他 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那全世界经济同时都同步受到重创 那台湾最近有个奇怪的消息传出来 这个听起来就觉得 是真的还是假 就觉得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这又是一个所谓的幕后消息 我们台湾不是今天停电吗 那每次大家讲我们要增强 国军装备我们要兵硬式改变 结果我们连电力都管不好 然后大家都在笑说 人家乌克兰都还没停电 基辅都还没停电 我们台湾在停电 怎么办 那么结果我们幕后消息是说 接连停电大火出事 大火是有蹊跷的 所以蔡英文总统下令 在山上 阳明山上有一个神秘的单位 出动调查 当然知道这神秘单位是谁 说是国安局 那当然了 这个苏贞参面长是立刻赶快否认 他说没有说要国安局去介入调查 但是国家中央设施的防备 有加强的必要 那么新建议其实正在立法院 推动一个组织改革 叫做国土安全组织 来因应可能会停跳电 因为可能是老公的阴调 所以会需要有加强相关的设备 要监管 亲自要收集 原来神组牌拿出来 大家想说这次停电总算 不能甩锅给老公了吧 想不到这一招又来了 这个厉害 所以屁屁上很多的讨论 中共训练动物攻击台湾电力 是在这恐怖的色色发抖 然后变国安了 电不够的确是国安问题 神组牌又拿出来了 军警进驻 关键基础设施这件事情 在立法院其实这个准备要修法 讨论的这个阶段 我们党立委当然是讲了 选举到了又来搞议事形态 因为工程会本来是公共工程委员会的 现在让他管国土安全 又要管军警 就怕虚胖又徒劳 这是忠实的一个联合报的一个评论 为什么 因为基础的设施保安署 跟安全防护署 这个两个单位要重新成立 需要初期配置至少5000人进驻 那么如果我们恢复征兵制之后 还要再派1万人才能进驻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维护国土的安全 还有安全防护署 所以不是本来国土安全 就有个办公室 现在要得跌床家屋 成立一个专属的单位 用1万人去进驻 然后成立一个特别的组织 就避免我们的电力 又被这个阴谋所破坏吗 这个负责美国境内的边境管制 我们比较一下美国国土安全部 我想这个主编已经很熟悉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这里 负责美国境内的边境管制 情报统筹紧急应变 主要任务是什么 其实就是防止恐怖行动 这恐怖行动是国土安全部 非常重要的任务 所以台湾拿来干嘛 来防断电 这个厉害啦 台湾奇迹 所以最近还有一个消息 可以串在一起来看 是为什么向心复复 这个王立强案 总算这个时候又被出现了 是因为他的一审 其实已经直接被判无罪了 结果北简提上诉的理由是 批评一审的法官 直接切割犯罪 事实是不对的 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这明明是有阴谋的 所以他坚持要再上诉 所以都起共谍的通通抓 包括有鸟 松鼠 还有剪刀剪 电缆 通通都是老共派来的 亮哥你要不要先谈一下这题 这个美国有一个海豚特种队 大家都知道 他是水下排雷 而且会带监视机 因为他对声纳很敏感 我们也有巡逻犬 不过我真的没有听过说 可以训练小鸟跟松鼠 来让人家动电 只有白雪公主可以 我真的没听过 因为坦白说 如果真的是国安 都给你断那种 两千户三千户停电的 有可能这样搞吗 它可能会造成你的科学园区断电 才有战略价值 对不对 或者是重要的 比如说石化 或者是反正一定是重要的工厂 怎么会是两千户三千户 这个太没有国安价值了吧 所以我想还是我们的电网出了问题 这个很实际 因为国安这种东西你要训练 不管是人也好 动物也好 那要很多时间 投入成本极大 所以你要产生的安全标的破坏 一定要有相当 而且要造成人心上的冲击 这个不是 这个显然就是坦白讲 老百姓是烦不胜烦 然后进入一种不确定 就是 民生基础的需求 我晚上不知道哪个区会停电 你如果住在老旧公寓 那你坐电梯 像我坐25楼的 对 对 你坐在高楼你还不安全 腿断 尤其是老人家 老人家你去想一想 他坐电梯 他就心里会怕怕 所以这个确实要做清查 可是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台电 要先提出一个自己诊断的报告 这个恐怕应该还不到国安单位 但是现在要成立的工程会 要管国土安全还管军警 这个国土安全也不是管这个 历史就是说相关业务 可以用来做这方面的控制 国土安全如果它包括这个什么 电力也是国土安全 这个真的太犯了 我补充一下好了 太犯了 国土安全部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一旦出现了 国安层级的问题 我现在真的很跳通 但是这个例子一举你就懂 比如说外星人入侵 入侵中华民国领土 那没办法 它是个外力 那没办法处理 对 国土安全部跟国安会 还有国安局 还有国防部 还有联合 想办法 如果今天是这样子 比如说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出现了台湾的 所有的这个农地里面 都有烘火椅 或者是我们的农田里面 种不出道了 这个国土安全部是要介入的 因为全国性 对 就是我是这样 所以如果现在目前的停电 是因为我们真的 被第五重队入侵了 到处破坏 我觉得国土安全部 跟国安局介入 我赞成 可是如果不是 明明就是电网不健康 然后亏欠跳脱 然后你那个其实已经都被白衣庆使了 你的那个这个什么 那个爱子都已经坏掉了 你没有去弄 你找国土安全部干嘛 你去找台电 无限上刚到哪里都可以 搞不好是外星人害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刚刚我们讨论到原来台湾停电 也要国安单位去加以调查吗 莫非也是老共的阴谋 老共可以去训练小动物 造成停电吗 这种的相关的报道跟联想 实在让大家非常的嘶嘶称奇 那么国土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如果现在在我们台湾组织变革里面 要把工程会 形成一个像国土安全部 这样的功能的时候 有办法吗 其实说真的 当初美国之所以冒出这个国土安全部 其实美国国土安全部 是21世纪里面 才成立的第一个新部会 当然主要原因是 因为当时美国遭到91攻击以后 美国发现 它的整个国土安全的防护非常松散 而且没有一个 类似像有一个中央级的部位 去统筹这样一个处理 所以它其实在国土安全部成立以后 其实把一大堆原先属于其他部会的 这些机关 通通都拉进去了 例如像海军部底下的海岸 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它就从原先的隶属在海军部 整个被拨到国土安全部里面 当然像比如美国海关等等 这些都是 当然就是说之所以成立国土安全部 就是要把所有跟美国本土 国土安全相关的东西 通通整合进来 如果说今天我们台湾 要做类似的这样一个事情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界定 什么东西是要属于这种国土安全 这样一个防卫这样一个伴障 当然前面也讲到 有媒体说碰到这样一个事情 是不是要叫国安局去调查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东西出现 苏议长还说没有这场事 国家重要设施是有加上必要 但其实这个事情最妙是 基本上国安局不归你苏议长管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 其实国安局不归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今天什么东西 要透过国土安全部来 或说我们要成立类似的 这样的东西 工程会它的成绩很低 说真的工程会成绩很低 你看像当初美国 它把这样一个国土安全部 成立以后我刚刚讲 它调了好几个部会中的 一些重要资源进去 那你说你今天如果说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最有可能从国 现有的这种部会中 你却要真正的去把它上升到 调整成国土安局部 应该从哪个单位去中 那个就是海岸巡邦总局 你会不会觉得 或是海岸巡邦总局 因为海岸巡邦总局 其实它有岸巡跟海巡两个单位 这个东西是不是直接牵涉到国土安全 第一线的安全 然后你说以现在来讲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再把我们的海关 或说应该讲移民关 因为美国是把immigration搬拨进去 那当然像海关 他那个查这种出入境的这样一个货物 是不是也跟国土安全有关 其实也是有关 所以你应该等于说是类似像 将我们现在的海洋巡邦总局 这样一个总局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加上跟所有相关于国土安全的 这样一个部门 把它整合以后 其实整合的确有整合的优点 因为你现在在各部会 每个不管一点 每个不管一点 碰到一个不是我事情 都说不是我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你这种公务机关 大家都了解 你这种公务机关 这种横降的联系往往最麻烦 以前我们做这种军事的时候 在军事杂志做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案子 就是说我们去帮 我们的外贸协会 去跟军备局 听他讲 听外贸协会 因为每两年 外贸协会办个国防展 你应该知道 国防展每次办的时候 都是军备局跟他对口 但军备局来跟他对口的时候 那时候外贸协会跑去 跟军备局说 你们要支援支援支援什么 结果军备局派一个宿船说 你几支的 你几支的 就把你枪打回去 所以像这种事情 你就是知道我们刚刚讲 公务机关跟公务机关的横向联系 对不对 其实往往就是最关键的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下 你要把它纳到一个部会底下 把真正跟国防或国土 应该说国土安全有关的 相关的这些部门通通集中到 或者说至少让他们在为上下众暑连接上 来说由海岸巡邦总局 这样的东西 他去把未来国土安全总局等等之类 来去做相关的这样一个调配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合适 对 因为既然会讲公共安城 公共工程会主要是因为说 跟我们的电力有关 电线杆电力 所以才往这里扯 否则的话其实没有道理 是有工程局 工程会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刚刚聊到 难道原来象星夫妇跟松鼠跟这个鸟 还有剪刀通都是中共同路人吗 韦翰 对 所以所有的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 都用国安两个字就可以解决 你以为是国安感冒糖浆 对付感冒吗 你不管是象象星 你把它扣那么久 就最后无罪 你总要拿出个事实 当时为什么把人扣在台湾 现在停电的问题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如果今天我们的政府 真的掌握到 是被有计划的基底破坏 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例子 刚刚讲了一个例子 外星人大家吓到对不对 我再讲第二个例子 如果我们台电 有计划的被收买 就是你是台电员工 那你去破坏电网 真有这回事的话 你国土安全部也好 国防部官军 你去介入把这些所谓的匪谍抓出来 我赞成 但如果不是 是你自己维护的不好 又或者是因为电不够 你常常在那边降压降频 弄到他身边坏掉了 那你不能搞个国土安全部 来干嘛呢 那你又再转移 而且重点是什么 都用船的 你今天说船总统已经下令 然后这边又来个否认一下 亲自出来开记者会讲清楚 好不好 蔡总统太久没有开记者会了 请你出来